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潘慧如筹备四年的宠物旅馆即将于12月1日正式开幕 宠物旅馆开设在台北市大直的区 提供宠物安清、住宿以及宠物美容SPA 说起创业,潘慧如这次砸了600万开宠物旅店 承受了不少的压力,更先行卖掉房子来缓解资金压力 他苦笑说,我崩溃无数次,也想过要放弃 最后还是撑了下来,真的快把老本都花光了 看着存款每天减少,心里很慌张 半途还大哭过好几次,为什么找这个困难的事情给自己 好在最后撑住压力终于开店 说起为什么会有创办一个宠物旅店的想法 潘慧如分享自身经历 前几年因照顾生病老犬baby 自觉宠物相关知识不足 开始进修宠物专业课程 也获得一人第一位取得宠物照护员认证的殊荣 之后又陆续进修宠物行为训练 tea touch 宠物甜点课程 更在前不久,以赐兴取得特定宠物业专业人员资格 而背后的推手则是从收容所任养回来的毛孩乐乐 因为她的长毛腊肠老犬乐乐又老又病 7月时被宠物旅馆拒收 结果在她出外景时发病 隔天就辞世 潘慧如因此自责不已 想开一间愿意坐牢犬照护 以及四足喘息服务的宠物旅馆念头再度萌生 当初爱犬乐乐十几岁时被潘慧如从收容所带回就一身是病 已患有癫痫 加上气管塌陷 全口无牙 连却千年龄都无法正确判断 平时吃各种药物治疗 还得配合一气 24小时都需要有人照护 若非出远门工作 潘慧如几乎形影不离 这次乐乐被宠物旅馆玩具收留 潘慧如只好转请朋友到家看护 但就在朋友外出工作的短短几小时内 乐乐就出现呼吸急促的状况 送医途中突然休克 在医院抢就很久才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大脑已没有反应 直到乐乐见到潘慧如 突然又激烈回应 无奈撑不到一天就断气了 尽管见到爱犬最后一面 潘慧如人世自责不已 希望未来能减少汗事发生 他表示想开一家有医生住诊的宠物旅馆 很多宠物旅馆都不收老狗 很多医疗行为宠物旅馆也不能做 我想为老狗家庭做些时吗 因为遗憾 让潘慧如立刻开始行动 说也奇怪 一周内就找到店面 而且刚好是二年前 他看过的同一个店面 前店东才刚退租 他立刻接受 预计九月开始装潢 希望年底前开张 然而计划却因瘟疫搁置 但近期他又积极动起来 被目击在台北市大直一处店面频繁进出 据悉九月就要开始装潢宠物旅馆 8月24日近中午 有网友在网上分享 看到潘慧如初媒在台北市乐群三路 一处商业大楼空店面处 和貌似业务员的男子面交商品 之后拿着一叠资料走进大楼 只见他巡视了一下空店面 便和经纪人相约离开 一同前往明泉东路六段牛肉面店用餐 潘慧如用餐结束后 前往新店一处宠物用品工厂 他看了一下美容器材 又认真专注地听老板姐说 商讨告一段落后 便返回台北 潘慧如的宠物旅馆约莫五十平 从设计到装修总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潘慧如坦言 开店要忙的事情真的好多 每天有回不完的讯息跟处理不完的事 还有买不完的物品 除此之外还要拍戏 真的是忙到焦头烂额 宠物旅馆光平面图就得讨论两个月 但潘慧如看着旅馆跟美容SPA一点一滴建构完成 才知道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潜力 可以做这么多事 而在金钱现实方面 也常让潘慧如忧心 看着户头的钱 快速地减少 就会开始慌张 很怕未来开店之后没有毛孩光顾 心情常常这样起伏 开店当老板真的不容易 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而在开店的过程中 潘慧如无意间发现 综艺大哥大张飞近视邻居 潘慧如进一步分享 有一天店里突然跑来了两只毛小孩 后来他跟两只毛还玩得非常投缘 便跟着两只毛小孩回去 结果四主居然是张飞 张飞也当场给潘慧如一些开店上的建议 而潘慧如则笑说 欢迎飞哥介绍朋友来 问起一个月的开店成本是多少 潘慧如粗估为40万 坦言有些焦虑后续的开支 潘慧如打趣直言 想好二年之内 不太会有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要去卖血了 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潘慧如 感情却是一塌糊涂 十分坎坷 近日 他更是发现了交往好几年的 男友与别人的暧昧关系 让他十分生气 四十多岁的女演员 潘慧如保养得宜 脸蛋 身材都不输二十岁的年轻妹妹 但他在感情路上也曾跌了一大交 被交往三年多的男友劈腿 对方甚至连找借口骗他都不愿意 有次吵架 甚至说 我就想跟你们两个同时交往 怎样 他当下仿佛受了一记当头棒喝 隔天马上搬家 后来才支援来男友早跟对方勾勾缠缠 潘慧如外形清新 身材火辣 曾有性感女神美名 他前段时间以公式戏剧 回家路上 问顶金钟奖 十多年努力终于被看见 虽然最后没得讲 但演技已获肯定 他日前上 女人我最大 聊感情 透露曾被交往三年多的男友劈腿 当时认为双方要有空间跟信任感 所以男友常约某位女性朋友到家里打麻将也都没所谓 有次大家一起去喝酒 他发现男友跟该位女性有人互动很奇怪 直接开口问 想不到男友直接承认 连找借口骗他都不愿意 潘慧如当时心软原谅男友 直到有次他生病发烧下不了床 想请男友帮忙买粥 却得到对方不耐烦的回应 潘慧如形容自己顿时清醒了 大哭一场后和他翻牌 男友却恼羞成怒 直接回 我就是想和你们两个同时交往 怎样 潘慧如隔天立刻搬家 他事后才知道 原来之前他们两个台面上打麻将 台桌下的脚却早已经勾勾缠缠 在一块了 这次感情的失败导致潘慧如一度对爱情失去希望 认为自己大概找不到爱人了 于是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爱犬身上 更是不惜为了爱犬 花费巨资保养费等 失恋后的潘慧如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靠三只爱犬陪伴 生活中因此充满惊喜和温暖 只是他2021年的时候 领养的老狗乐乐已经接近13岁 又老又病的他 让潘慧如很势不舍 生怕哪天会突然无法自主 决定趁他还能跑跳时 来趟一家四口的环岛旅行 总共耗时10天 光住宿就花费超过10万元 他笑说 比工作还累 却是最美丽的负担 之所以有了一家四口去环岛旅行的想法 潘慧如坦言说是因为6年前经历了陪伴16年的老狗 baby突然失智 一夜老化到过世 让他相当懊悔没能在狗狗活动自如时多待他看美景 享受大自然 眼看家中年纪最大的腊肠狗乐乐也日渐衰老 让他决定趁手上的两部细杀青之计 带着三只狗出发去旅行 潘慧如说四年前他在动物之家探视时看到乐乐 那时他已有乳腺肿瘤和皮肤病去了多趟都法人问津 他担心乐乐无处可去便赶紧收留 不久前乐乐癫痫发作 每天要吃两次药 他因此感受到警讯 赶紧规划环岛行 2021年拍了五部戏的 潘慧如十分忙碌 近期刚好有时间 所以决定及时出发 他说 最可怜的莫过于家中三只毛小孩 潘慧如说 毛还在家能做的事情 就是漫长的等待 他实在不舍 明知道要带三只狗出门 吃住很不方便 人希望带给爱出门玩耍的毛孩 和自己一个难忘的回忆 一月初他们从台北出发 沿途落脚苗栗 台南 墾丁 台东和花莲 途中只要是有草皮的大景点都会去走走 包括墾丁设顶自然公园 墾丁牧场 墾丁蓝林白沙度假庄园草原 及台东路野高台草原 十天环岛全程约走 1500公里 花费超过10万元 主要是因为 潘慧如有洁癖 挑选民宿相当要求 许多宠物友善的民宿 必须外加毛孩费用 最高三只加起来 住宿费一晚要加3000元 再加上老辣常乐乐 因为全口无牙 只能吃鲜食 潘慧如行前 还特意自己制作了 十天份的真空冷冻包 放在薄冷袋里加冰块 途中找能加热的厨房才能开吃 潘慧如说 因为狗狗每天到处跑跳 他晚上都要为他们洗脚 吹干毛才睡觉 还个洗一次澡 加上多次抱毛孩们上下车 擦脚 回家发现自己腰酸被痛 以四腰被拉伤 不过 潘慧如说 毛孩跟小孩一样 每只都有自己的个性 一下走一下要抱 一下叫一下暴冲 尤其腊肠狗不能走阶梯 两只腊肠狗碰到阶梯 就要抱上抱下 什么状况都有 常常要耐住性子 他笑说 带毛孩环岛真的是EQ跟IQ大考验的苦行僧之旅 但也庆幸坚持走了这一遭 让自己减少遗憾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三只爱犬更是制约了潘慧如 而他2022年更是打算拿出三 四百万元劳本 为所有老去的狗开一家宠物旅馆 让更多毛孩受惠 这大概就是互相救赎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